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中共三中全会前反腐加压 知情人报收缴指标 中共将于7月召开三中全会 近期继续高调打虎 而早前受审的官员中有许多贪腐而过亿 引人关注 有内蒙古前官员披露 中共反腐是有收缴赃款的指标的 去年高层下达的一年的指标为 100亿元人民币内蒙三个月内达标 反腐持续拒贪平线 中共五天打三虎 5月16日 中国农业银行前副行长罗文龙被查 18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建落马 20日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浩关宣任上落马 官媒中心社声称 这显示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 尺度不松 中共中纪委资料显示 2024年以来不足半年 被查中管干部的人数已至26人 而在2023年 共有47名中管干部先后落马 官方公布的中共落马官员的贪腐额 不乏超过一元的 大纪元初步统计发现 今年1至4月 至少有10名中共议员贪官受到审判 其中金融系统三人 烟草系统两人 人大一人 政协两人 国企两人 这些议员贪官包括 国家烟草专卖局前副局长何泽华 受贿9.43亿元 中共央行前副行长范一飞 受贿3.86亿元 云南中央工业公司副总经理顾波 受贿3.54亿元 山东青岛市人大前副主任张锡军 受贿3.17亿元 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 受贿2.1亿元 山东省政协前副主席孙树涛 受贿1.29亿元 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葛 受贿1.21亿元 茅台集团前董事长高卫东 受贿1.11亿元 贵州省政协前副主席周建坤 受贿1.08亿元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前副总经理李东 受贿1.08亿元 此前 2021年被执行死刑的 前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 被指涉滩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 其中1.04亿元尚未完成收受 侵吞 套取单位公共资金 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 官方称 对赖小民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自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前官员 抱有收缴赃款指标 内蒙年指标100亿元 三个月完成 县旅居欧洲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法律顾问事前 执行主任杜文 5月22日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搞了于十年反腐 近几年抓的贪官却越来越多 这与当局下达赃款指标 有很大关系 赃款指标确有其事 我也是去年才听说 一位纪委系统的旧同事 去年告诉我 2023年 他们内蒙古全年的收缴任务 是100个亿 一开始 大家有些心里没底 结果他们三个月 就完成了全年任务 到9月份 就已经完成了300亿 杜文此前对自由亚洲说 上级要求定下指标和明确的任务 这是其一 也确实是缺钱了 第二 现在确实是腐败属于高发和多发时期 抓到的贪污数额越来越大 很多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提拔起来的干部 而且腐败比以前更疯狂 追缴赃款数额都是以一元计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认为 中共为各省份打贪腐 设定一个指标金额太可笑 而这说明是从中央到地方都缺钱 内蒙古三个月就可以把100亿给缴出来 说明贪腐非常普遍 这几年因为地方债务 还有房地产的问题 地方上缴的税收很明显大幅度减少了 当然中央政府就缺钱 就动脑筋动到这个赃款上面来 他认为一旦财政困境稍微缓解了以后 当局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地去反贪腐 因为反贪腐抓了太多人 会影响到习近平政权的稳定 陈世民说 集权专制政权有系统性贪腐的问题 且赃款收缴以后就再没有下文 民主国家因为有反对党 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出现什么样的贪腐 很容易就会被抓起来了 中共权力都集中在中共的党里面 它要怎么抓 要抓到什么程度 要抓谁 都是可以操控的 所以没有办法制止系统性贪腐 杜文对大纪元说 中共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制度原因 好像一棵树 总结酸涩的苦果子 不会因为摘掉几棵 就能长出甜果来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就是砍掉旧的 重新栽制一棵 适合这里水土和气候的新树 但中共显然不愿意交出权力 下面请听大陆新闻 成都新楼盘50多家窗户自爆 玻璃如冰雹下落 日前 四川民众爆料称 成都一新楼盘出现50多家窗户自爆的情况 高楼层窗户哗啦啦碎落 5月21日 四川成都一小区业主发视频称 新楼盘出现50多家窗户自爆的情况 视频显示 高楼上房屋窗户玻璃突然碎裂 一块块地落下 玻璃碎片如同雨点或冰雹一样下落 还有哗啦啦的声响 居民感到惊讶 贵州广播电台旗下百姓关注22日报道 该小区是龙泉一区 太华锦城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称 还在统计发生自爆的住户数量 开发商21日已来排查 需要等到排查报告出炉 目前无人员受伤 冷暖视频报道 物业工作人员称 应该是开发商装玻璃的时候出现问题 会上门帮忙更换玻璃 站长之家称 开发商方面表示 玻璃产品均来自正规厂家 不存在质量问题 推测玻璃自爆 可能是由于近期气温变化大 加上部分业主使用不当等 网民留言说 天呐 玻璃居然自爆 好可怕 整栋楼出现了结构硬力问题 为啥会自爆 不找到原因 换了不还爆吗 气温太高了 还是楼房及玻璃质量太差 查一查这个供应商是 如何混进供应商名单的 不能让业主自行安装封窗 自行封窗 不是物馆 指定厂商规格大小饰养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 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